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即使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繼續有Stanley在 Stanley 你好 Yo 你好 再次大家有甚麼問題 想問Stanley的話 記得打電話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是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財經台的Facebook 都是在做直播的 有甚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 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Stanley 今集其實都沒甚麼心機做節目 原來呢 事跌了這麼多 真的有點灰 雖然沒甚麼貨在手 但年頭第一天已經這樣 真的有點不太開心 不過我也是比較關注事件跌這麼多 關注背後的原因 沒錯 我只看到點數已經不斷地下沉 我不是跟著他嗎 不過我們觀察到 反而今天是中資股的表現真是比較危險 你見一些 如果你說拖累的那個 痕跌比例比較差的話 有幫 一定是 但反而出奇地是 四大行的表現都比較危險 你數下去的話 你見一看都跌得多 然後你說工商 中國銀行這些都多 如果你有那個點數拖累的話 健康都拖累的痕跌差不多 五十點 騰訊沒有走雞 但騰訊出奇地 它的跌幅真的不算很多 比如以跌市來計算的話 它真的跌得不算多 不過暫時的點數或大市 現在這一刻 就好像有點兒 跌勢喘了 我都是沒辦法 大家再觀察一下 再觀望一下 下午回來會不會好一點 Stanley 我們事不宜遲 聽聽家庭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 李小姐 早晨 你好 Hello 早晨 新田法律 早晨 早晨 我好多謝你的定心願 和你的祝福語 我先祝貴台 貴貴行 各位新年進步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Stanley 大家這樣說 其他同志都是 是啊 我問股票之前 Stanley 我的心願 我希望它二萬五首左右 今天第一天開過 二萬五 如果看下去 應該守得住 不過你不知道 可能你再晚一點的時間 要看看哪裏 看看A股能否有反彈 還有常說 看看盜期的情況 因為盜期現在輾轉 跌回大約八零點左右 看看盜期之後會不會好一點 不過你遇到第一季 如果第一季 真的事不會太理想 爛玩 真的爛玩 我會覺得如果以上年來算 真是收貨 沒有 甚至乎 不過想論中 其實最有大數是好 但是今天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集都是升不起的 我看一般有些分析 提及到好像說 大家對於今年的看法 還是比較悲觀 但是其實沒有 豪道這個版法是很特別的 如果你回顧這麼多年以來 大行其實都經常性轉態 可能你說年初的時間 可能看得比較好 但可能轉頭看得比較差 突然轉到會出現 但是這一陣子的時間 我反而突然轉到 我相信自己看數據 數據真的不是那麼差 而且我想大家怕今年 是怕VIP那邊的表現 可能會除了經濟比較差的程度之下 有影響 但是正如我強調的 我假設你真是盜收套市 在今年的時間 當你沒有增長 大約3,000元的水平 但是問題是 現在很多的股值 我真的不覺得它貴 所以你說銀魚 我本身都有貨 我都會先拿著它 甚至乎我今早都考慮過 好像以現在來說 跌了下去 我考慮過是否加不加住 因為我真的不要擔心 暫時來說 它們的前景方面 我看來不是那麼悲觀 不過如果你有貨的話 看你自己的心態 如果你說沒有 市場好像很不定 你說先減一減榜 那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你說如果一兩手貨的話 我會建議你 不如先考慮一下 先守住 不過是看個人而已 我自己就會考慮一下 先守著貨 但是如果你有擔心的話 那你不可能先減一減榜 好啊 李小姐可以參考Stanley的經驗 最重要我們都要看自己的持貨能力 看自己的心理素質是怎樣 做了決定 聽完李小姐的電話之後 我們又再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鄭先生在 鄭先生早晨 你好 鄭先生 你好 早晨 鄭先生 都是對於他們的看法比較審慎 你說他們的息現在高不高呢 健康也有5厘4厘 都算是這樣的 不過就是因為 我比較關注大家現在覺得 經濟的情況 即內地方面的經濟情況 似乎還是面對著比較多的暗湧 現在大家都可能覺得內地方面 有機會是會出招去救市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突然轉 即是出招的時間 你才再部署都未遲 還有突然出招也好 你看一下政策本身 對於內銀的幫助 究竟是大不大 因為好像之前的政策外例 其實你可以說 內銀不斷要幫中小微企 但是誰幫他們呢 這一下難搞的 所以你問我自己的話 對於內銀的看法 都是審慎一些 所以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不見了現在考慮住 鄭先生又去參考Stanley的建議 接著我們回答一個WhatsApp問題 Stanley 有朋友想問 這隻鐵塔 最近都不少朋友想問這隻股份 他說他沒有貨在手 純粹想知道 今天互調的話 如果想撐一撐的話 又是否正確呢 我覺得不要撐住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鐵塔本身 你說他那個 因為我這段時間很強勢 這是真的 但是會不會升過籠呢 我反而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如果你要問他那個業務的前景 當然大家說5G 說5G 說到這間股市必然是會受惠得到 這個不否認 應該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第一 第一 他那個支撐開支 應該都不小 第二 就是說當他們租給 我們說租那些網絡 給了那些營運商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要降價呢 我覺得其實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你想一下 經常都說提速降價 這些是針對營運商那邊的 但問題是租你 去租你那些的網絡 我又不覺得 他可以 那個價格可以站得那麼硬 還有因為之前的時間 印象中好像說現在 譬如現在有同一個機站裡面 好像譬如有多個一間公司 去租那些機站的話 好像是要減價的 我覺得印象中好像有這一點 所以對於前景的看法 我覺得這幾個位不直播 所以如果你本身還未有貨的話 不建議你考慮 好 謝謝Stanley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在 李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兩位指示 早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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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是的 新年快樂 是的 新年快樂 我真的想請教你 沒問題 我買了1618 買了3萬股 但我現在都不見到一半錢 但我現在就沒有咕咕 但我現在只想咕咕 轉個個1177 中國生涯的那些 中國生涯的那些 我覺得 其實1618 本身我都不喜歡這間公司 不是現在的了 它上市之後 我都沒有喜歡過這間公司 因為最主要本身是說 以前的時間 中野的業務 是完全是 你可以說做得差 簡直說做得差 所以它的價格回得比較多 都不會太意外 其實如果你要換碼去MIMI7 按正常情況之下 其實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哪裏 問題最主要就是 醫藥的板塊 面對著那些困局 是難搞的 你可以說它有沒有機會 可以現在 因為現在的藥品改革 是一個叫做政策 但方向都是要減價的 你對於MIMI7的衝擊有多大 暫時這一刻來算 你行為不了 但上面之下 你見中野 因為市場跌大約六百多點 都出奇地有多硬正 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那點跌 只會反映反正 反而股價跌到這位 開始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反而突然轉 既然你現在跌了這麼多 你都沒有去沽的時候 現在它的價格好像有比較硬正 不如你再拿出去 好 謝謝Stanley 的意見 觀眾就可以參加 謝謝李小姐你的電話 我都祝你新年快樂 謝謝Stanley 我們這一節都和你談到這裏 都和你解答了 不少家人觀眾朋友的問題 我和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這一節應該沒有 沒有 不過多一句 銀魚 銀魚 沒錯 但這個市場都是那句 小心點 大家都要小心遺想 穩陣點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